黄炉語韓 葫蘆語韓是哪一個 哪一個名字 好 那個他用高語韓的名字上來著 高語韓 我找一下 稍微等一下 Ok 宇涵能不能举手一下 我怎麼會找不到你 看到了看到了 OK 看到了 等一下我這裡錄 錄像一下 可以開始了 好 哈囉來自我們全球的凱莉家人們 以及所有的新朋友 大家早上好 晚上好 現在好 非常開心今天的創業說明會有 鴻爐 Judy來為大家服務 我來自美麗的台灣桃園 認識凱莉的美好呢 是從今年的5月5號開始 目前已經是公司的四星董事 進入後疫情時代 發現意外商機跟意外收入 真正消費支付的5G時代真正來臨 現在有一家潛力無限 而且全新剛起步的一個網絡銀銷界的黑馬 將花錢省錢賺錢相結合 目前市營運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已經引爆全球 那它符合了後疫情時代互聯網的一個趨勢 去中心化分布是跨境電商的一個趨勢 大健康產業抗衰老的一個趨勢 並且呢具備了清資產創業的一個趨勢 所以呢我們可以在這個平台裡面 永續管道收入 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一個新的管道 那這個機會呢 屬潛力 前所未有 也已經 重新激發 一群優秀的創業家 發現他們的熱情跟激情 也來到我們的平台裡面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我們網路營銷界的一個創業家 那我認識他短短 我們應該有8年的時間 在前平台合作過 合作過 所以呢 真的非常開心 他是一個網路營銷的一個創業家 也帶領非常多的人 在這個平台裡面 在過去的平台裡面 成功成就自己的夢想 那 高宇航二星鑽石 他過去呢 是在一個傳統的網頁設計裡面 工作 那他的專業是在 就是網路設計 以及平面的一個設計 在2014年的時候 因為母親的關係 參與了網路營銷 加入了 前平台 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時間 協作媽媽在前平台 用1000多 碰局的一個局數呢 超標達到 前平台的一個 鑽石總裁 那這8年的網路營銷 經驗裡面呢 累積 非常豐富的一個經驗 他是如何以 專業的一個角度 看得我們凱莉 竟 毅然決然放棄 他在前平台 5萬美金 月收入的一個 高收入 華麗轉身 來到我們凱莉的平台 並且用兩個月的時間 成為一星鑽石 短短累積 4個月的時間 成為我們 在台灣 這麼小的一個市場裡面 晉升公司的 惡星鑽石 現在就讓我們用最熱情 以及最熱烈的掌聲 有請我們惡星鑽石 高宇涵小姐 閃亮燈場 我們有請高宇涵小姐 有請高宇涵小姐 請高宇涵小姐 哈囉 各位凱莉的家人夥伴 這樣聽得到我聲音嗎 可以 非常清楚 畫面都看得到嗎 OK 非常好 那我要麻煩主持人幫我看一下 螢幕分享 我有開另外一個 叫做宇涵螢幕分享 洪老師有看到嗎 我看一下 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 有 可能要請我們那個 後製的協助一下 後製的 因扣 因為他禁止螢幕分享 我有用另外一個 螢幕分享 好我現在 我找一下 解單 好 有一個宇涵螢幕分享 好謝謝 好我現在這邊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我姓高我叫宇涵 那我來自台灣的台中 那以前我從事的傳統行業是網頁設計還有平面設計 那在2014年的時候 那在2014年的時候呢 因為媽媽的關係呢 在有這個機會加入到前平台學習成長 那在前平台的教育之下 8年來的歷練 那一直到今年 那一直到今年 今年一個因緣祭會 在今年的3月23號 那那一天呢 我只是想說 上FB去看一下海外 鑽石們 他們是怎麼繼續在前平台經營 可以突破家機 是這樣子的 想說跟前輩們請教 那沒想到呢 FB滑著滑著的時候 就看到我們加拿大 Galaxy鑽石 那我對Galaxy鑽石的印象是因為 我們去港澳 都可以看到我們Galaxy鑽石呢 上國際舞台分享 那甚至兩年前呢 也是有這個緣分 他為了 台灣的 夥伴們付出 那台灣巡迴演講 所以我對Galaxy鑽石呢 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也知道他是以1800多 將近台幣快要1億的業績 成為我們前平台的鑽石集中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那就是在 憧憬崇拜的這種狀況之下呢 加了他的FB 那在前8年呢 其實我們是完全沒有互動的 是沒有他的FB的 那加了他FB的時候呢 我是蠻意外的 在3月份的時候 看到他PO了一篇 NMN的文章 老實說 其實從去年到現在 不下10間公司 來找我談合作 都是在講NMN 那其實我心裡也很知道說 NMN是未來這個 大健康產業的市場 只是呢 在這麼多品牌來 找的過程中 合作過程中 沒有聽到有任何一間公司是讓我會覺得 錯過會此生遺憾的 在這過程當中呢 因為台灣跟國外是日夜顛倒的狀況 整個晚上都沒有人理我 那在那個晚上呢 其實我好奇的點 我一開始的點只是想了解 為什麼這些比我優秀的人 都轉戰平台了 好我好奇的點是這樣子 那在看他們影片分享的過程當中呢 我自己就不小心被置入性行銷了 我就看到說 哇 原來他們轉戰的這間Kalory的平台 是這麼實力的強大 那今天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一天晚上的看見 好那我先從這個螢幕分享開始 大家都有看到螢幕分享嗎 有 好 那其實呢 我相信每個人看見的 理由都不一樣 其實呢 我要來分享一下 我當時看到的凱莉的 五大理由 第一個是因為我也是看到的這個平台 我蠻震撼的是從去年到現在 這麼多間公司 在跟我講恩恩恩的時候 我知道它是未來 大健康產業的一個趨勢 但是呢 每一個人跟我都會拿 這個香港首富李嘉誠 然後比爾蓋茲 巴菲特來打廣告 我都知道這些 全世界優秀的首富們都轉戰這個恩恩恩大健康產業的市場 所以呢 我印象獨有就是恩恩恩似乎就跟李嘉誠畫上了很好 結果那天晚上我看到 哇原來 每一間公司平台所在提唱恩恩恩提的李嘉誠 他的原產銷 這讓我蠻震撼的 保健通路 GNC 研發代工 那他在美國美西洛杉磯 有占地15萬英尺以上的廠房 生產線 跟辦公室 那 他光幫這些傳統行業 研發代工 年營收就超過4000萬美元以上 所以呢 我當下看到 哇原來 Kalory是 Voyecelsior 這間公司的子公司的時候 我就是心裡想 這一些 我們所熟知的 連鎖大廠 集團 找他研發代工 那自然 Voyecelsior的研發能力 是自然不在話下 他的研發經驗跟實力 一定就是 不容小覷 所以呢 2017年 李嘉誠才會捧著 2400萬美金 赴美國考核 最後選定 Voyecelsior 這間公司 幫他 研發代工 是這樣的 所以呢 當我看到公司是這樣子的 母公司是這種實力背景的時候 真的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再下來 我又看到說 原來這間公司 他不但幫他研發代工呢 他還是原產銷都是自己的 老闆就是研發博士 有自己的實驗室跟生產線 可以提供產共銷一條龍 這個對我來講影響也很大 因為其實在我們之前 這樣子 分享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發現如果一間公司 他沒有辦法掌控 他自己的原物料跟生產線 有時候你不知道 你委託的OEM ODM 有沒有辦法 照原本的比例配方去製作 那甚至供貨穩不穩定 這都是我們要顧慮到的一個點 所以當下我看到他原產銷一條龍的時候 真的是讓我覺得 很罕見很罕見 讓我覺得是說怎麼會有這個機緣去運到 那這就是我們公司的生產線工廠 還有實驗室 那所以呢 再來我就看到老闆 第一個我剛才提到我們的老闆 就是我們的研發博士 那他當初經營這間公司的起心動念呢 他就是要把原產銷省下來的成本 回饋給末端的消費者 提供一支性價比超高 CP值超高的商品 然後呢 讓所有的消費者可以以最 實惠的價格 買到 純金度最高的商品 所以呢他在2019年開始有了這個起心動念以後 整整籌備兩年 直到今年2020年的1月才正式全球開打 那我當時看到就是 他全球開打18個國家 居然沒有台灣 照理說很多人會因為還沒落地 所以他會有所顧慮 但是我是逆向思考 我看到就是 因為沒有台灣 所以我知道這個加入的時間點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呢我想 如果沒有台灣的話 哇這市場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呢我從半夜兩點多 興奮到睡不著覺 我整晚都不敢睡覺 我每半小時就打電話給Grasu 可是他一直都沒有跟我聯繫上 直到隔天的中午 他才回覆我電話 我整晚徹夜未眠 我終於體會到 以前 台上的老師講 機會向小偷 來敲敲去敲敲 如果你沒有掌握機會 那當你發現的時候 已經損失慘重 所以呢我終於感受到 整晚不敢睡覺 每半小時 就一直 一直打電話給我們個 Grasu 鑽石 到了隔天中午 他回覆我電話的時候 我跟他講 我是一個台灣人 那你也不用再跟我講 你為什麼轉戰平台 那也不用跟我講 這個平台有多好了 因為整個晚上我已經把所有的視頻 全部看完了 我知道 這一間公司的商品 他做的是一個趨勢 人家講 10年前 百里如純 是財富第6波 他就鴻遍世界10年了 未來的10年 將會是N&N 財富第7波 所以我看中的是一間公司的實力背景 再加上他的金流 他幫那些 傳統集團代工 年營收就超過4000萬美元以上 跟很多 組織行銷公司 只是老闆有錢 或者老闆有這個理念 就找幾個合夥人 來開一間公司 然後呢 委託其他的工廠 OEM ODM 這種狀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我就看見他的公司實力背景 那還有他的金流 再加上我看到進場的時間點 所以呢 我就認為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跟掌握 那在經營凱蒂這幾個月的 經歷下來 我正是感受到說老天爺怎麼會這麼眷顧我 讓我遇到這麼好的一間公司 因為呢 你看我第二大理由就是商品的 獨特性跟優勢 很罕見的 一支商品居然高達6種 瓶身上就有6種 國際型的認證 那我都常常跟他們分享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食品業界的哈拉認證 這個清真認證是非常難取得了 裡面呢 所有要符合伊斯蘭教的法規 不能還有任何鋸製品 不能有酒精使用動物大體 那這麼嚴格的法規狀況下 讓我們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回教圖都可以使用的 一支保健食品 那他的第二個認證呢 他的第二個認證就是我們所熟知的 也就是有機非基因改造認證 我們都知道現在呀 食品很多大豆 豆腐豆漿 都要特別強調非基因改造 所以呢 這一再證實 我們的商品是純天然的 有機認證 那他第三個認證是Vigen Vigen就代表 我不吃蛋不吃奶 全素食主義者 都可以吃的一個 純素食認證的食品 再來我覺得最難能可貴的是這個 Infolded Choice 這個Infolded Choice是什麼呢 這是國際反興奮劑組織徽章 也是英國百年認證機構LGC所頒發的 他是專門為英國房市檢驗他們的食品 膳食補充品藥品 有沒有含任何違禁品 也是全世界第一個跟國際奧委會合作的 檢驗機構 代表 他可以幫國家奧運選手這些 檢驗他們的食品藥品 有沒有含任何違禁品 那為什麼他這麼有權威性 是因為他的檢驗非常的嚴格 他每月會進行盲測 就是到你的各大通路 從架上買回來抽驗 並且呢 如果發現有任何違禁品 跟興奮劑 他會整批下架全部銷毀 並且所有檢驗的費用 全部廠商自行吸收 把結果公布在網站上 那因為這一個認證 是非常嚴格 又非常的程序繁雜 費用非常的高 所以真的是很罕見有其他保健食品公司 願意去申請這個認證機構 代表我們吃的這一些保健品 是非常的安全 溫和的 那下面的C GMP 我們都知道 GMP GMP是在美國FDA控管之下 所頒發的 代表我們的 我們的所有研發過程 設備 都符合FDA控管之下 GMP的法規 那為什麼多一個CC 代表Current 也就是說 我們不但符合 GMP的法規 並且我們是有時效性的 GMP法規 是更嚴謹的 那下面的Made in USA 代表我們全部美國原裝生產進口製造 沒有假他國 在大陸 越南 印尼生產包裝代工 所以吃到一個是正美商的 原產銷一條龍的 正貨 那 再跟大家分享 他每一支商品的瓶身瓶蓋上面 都有這個防偽QR Code 哇這個我是可以感受到一個老闆的用心 那個防偽QR Code掃進去 他會告訴你這一批的批號 也就是這一支商品的 算是身份證字號 那你什麼時候上去看過幾分幾秒 看過幾次 地步全部都存在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保障我們消費者吃的是一支 美國原裝 公司的正貨 非水貨 也不是仿冒品 那再加上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 還有他的瓶身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全部都是玻璃瓶包裝 我們不但是玻璃瓶 而且我們的是金油瓶 這代表什麼呢 金油瓶 抗紫外線 抗光 好抗氧化 是真正 非常用心的老闆 因為外面的 市面上的 我現在看到的幾乎啦 幾乎都是塑膠罐 那像我們東南亞這麼炎熱 會不會產生塑化劑 這就是我們又要考慮的地方 所以呢 我可以從老闆的瓶身包裝 防偽標 那還有這些國際認證 感受到一個老闆 好的用心 那要把這個事業做大的恒心 那我們再繼續看 他也是目前 我目前唯一看到 一間公司居然擁有16項國際認證 就包含我剛才提到的 有FDA 自由貿易認證 還有國際反興奮劑組織會章 還有清真認證 哈拉認證 這麼多的認證 一再再的顯示 我們的 保健食品是非常的安全的 那再跟大家分享 第一支 我們的商品 青春逆鈴片 我是覺得 當市面上全部都在推廣 NMN的時候 你的商品如何 脫穎而出 一支獨秀 簡單來講 因為我們原產銷一條龍 所以呢 老闆把所省下來的費用 反映在我們的價錢上面 讓消費者 在市場上是更有競爭力的 那所以呢 我們其實有兩支商品 一支叫做 NMN6000 那NMN6000只賣139美金 那 如果跟市面上不同 去比較的話 我們這一支明星商品 SODNMN是二合一 計型的 我們還多了這個 SOD SOD是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在 四季二十年前 日本貴婦們 非常流行 吃SOD 抗氧化 抗老化 密林回村的 那那時候可能都是用一些 牛血牛肉萃取 那就有荤素的問題 我們的 SOD是從大西洋深海 21000公尺的 熱泉 萃取一種紅藻叫做 適熱藻 它可以耐高溫 464度以上 我們知道 滾水煮沸 也只需要100度 它居然可以耐高溫 464度以上 代表我們的 SOD 是一個真正高 抗氧化 高活性 耐酸耐減的 SOD 也是目前生物業界 抗氧化 第一名的 超氧化 企劃 美 所以呢 老闆有講 我們的 SOD的成本 居然比 NMN 還要貴 所以它也堪稱是深海卵黃金 它一兩個成本 都比黃金還要貴 那 再加上呢 我們NMN的純度 NMN的純度居然高達99.92% 我們都知道 實驗室可以容許 0.1%的 誤差值 但吸收度就差到2-5倍 那我們的是舌下定 我們都知道舌下靜脈非常的多 舌下吸收3秒進入血液細胞 15分鐘NMN 可以轉化為 NAD加 那為什麼我們要吃這個NMN呢 因為呢 在2014年哈佛大學 大衛辛克萊博士 他發現 從酪梨啊 花青菜 這種綠色 紓火 發現有一種微量的東西 叫做 NMN 它呢 可以吃進我們人體以後 轉化為 NAD加 那NAD加是個 諾加因子 他 可以呢 有效的呢 補充我們 細胞 立腺體能量 進而激活7條 長袖基因 修補我們的 DNA 所以呢 在2025年 LASA宇航局 也即將把 NMN 作為太空人 修補DNA的方案 所以呢 看到這一支商品 我都覺得說 他真的是一支 由內而外 由外而內 保護我們的細胞 修補我們的細胞 提到 DNA的修補的方案 跟外面 單方的NMN 又不一樣了 並且我們是舌下吸收 跟外面膠囊 吸收度不到30% 就又不一樣了 所以可以更脫穎而出 所以呢 外面每一家都說 他們是純的NMN 但我們知道 NMN有分兩種 有分 Alpha劑型跟 Beta劑型 Alpha劑型是合成劑型 Beta劑型是純天藍 那我們博士有講 當這兩種合在一起的時候 Alpha劑型 占到60% 所以你在外面房間 吃到的到底是合成的 還是天藍的 這個就有待評估了 那目前呢 我只有看到 只有Kattery 可以提供這張 第三方公正檢驗平台的報告 Summit實驗室 報告結果顯示 我們純度是高達99.9%以上 幾乎達到業界頂級的標準 我們都知道 黃金也只有999% 我們居然是999.2% 黃金純度還純的NMN 所以這讓我更覺得 是非常的令人震撼 那再來這一支商品呢 叫做多礦炎液系統調合劑 我們公司選名叫做 早蘭液生菌 提到這個就有一個小故事 那時候剛接觸到凱莉的時候 我在分享的過程中 有一個 台灣鴻光科大的教授 營養食品學教授 他那時候跟我說 你怎麼會說他是早蘭液生菌 我說 公司產品名就叫早蘭液生菌 他說你應該把他證明 叫做多礦免疫系統調合劑 我說為什麼是這樣 他說因為他主要的成分 是AQUA蜜裡面的藍綠螺旋藻 從冰島 原生湖為污染的原生湖 萃取的藍綠螺旋藻 他說在十幾年前 台灣光一個藍綠藻 就可以開直銷公司 連那個台灣楊日松法官 都在推廣綠藻 因為藍綠藻它有豐富的維生素礦物質 還有人體所需的 Omega3 Omega6 可以活化我們的幹細胞 調節我們的免疫系統 那並且它裡面還有添加 我剛才所講的 業界最高抗氧化物 就是我們的SOD 高達20萬IU國際單位 而且它另外再添加11種 目前 生物業界發現對人體有益的 益生菌 高達 國際標準300億的菌素 那我們都知道 很多營養師講 菌種多 比菌素多 重要 那我們是高達11種的菌種 菌素高達300億的菌素 我們都知道 坊間藥局可能賣得不到100億 一盒就賣到一兩千塊藥 那不到100億可能呢 經過胃酸膽檢的破壞 還沒到小腸 活菌好菌的存活率就不多了 那所以呢我們300億是剛剛好的一個國際標準數量 並且它裡面還添加維他命D3 那維他命D3呢 它的分子量比D還小 生物利用率跟吸收代謝率比D還高 那什麼人需要補充維他命D3呢 其實呢所有人都應該要吃維他命D3 它可以增加我們的鼓密度 尤其呢懷孕中的婦女啊 成長發育的小孩 還有更年期障礙導致鈣質吸收不全的 好更年期障礙的人 還有老人家骨密度 好骨質疏鬆都需要適時的補充維他命D3 那因為維他命D3補充太多又有血鈣的疑慮 所以呢我們還添加維他命K K是一個協同效果 它可以 協同你的那個 血液中鈣與鈴的平衡 也可以平衡你腸胃道 菌蟲的生態 所以呢 這一支多礦免疫系統調合劑 我們簡稱早蘭益生菌 在坊間大概你不用 至少要花1萬塊台幣才買得到 結果Kalory這間公司居然只賣你109美金 真的是非常非常佛心來的 那也只有原產銷一條龍的大廠 才有辦法提供這麼高CP值性價比的商品 給我們所有末端的消費者 而且我們獨立包裝 三層包滿技術 不需要冰冰傷 直達小腸才吸收 那 再來這一支商品呢 就是腦力鍵 大家都有聽過 軟磷子銀杏 其實對腦都很好 但因為它分子量太大 沒有辦法有效穿透 我們的血腦屏障 那什麼是血腦屏障呢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腦 不能被細菌病毒 入侵 所以呢 我們大腦外膜有一層血腦屏障 連藥物都很難穿透 所以我們用 小分子成化 單細胞發酵技術 把這個軟磷子裡面有一種成分 叫做Alpha GPC 有效的讓它可以穿透我們的腦血屏障 然後呢 進入到我們大腦以後 它會 轉化為一種物質叫乙烯膽檢 我們常聽到 如果呢 怕精神視症是因為缺乏多巴胺 那其實呢 實驗結果報告是 老人痴呆症失之症 跟這個乙烯膽檢也很有關係 所以乙烯膽檢呢 跟那個多巴胺 它們都是一種神經傳導物質 那會隨著你的年紀 它的水平下降 所以我們必須要適時的去補充它 那只是我們用高科技 獨家專利 把它的分子量變小 有效的可以穿透我們的腦血屏障 那它不但呢 補充這個 神經傳導物質 乙烯膽檢 它還提供業界五種高抗氧化劑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知道 保健品 業的新寵兒 NN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熟知的 百里乳醇高抗氧化劑 那現在呢 科系已經進入到有 第二代百里乳醇 叫做 紫痰奇 聽說呢紫痰奇的抗氧化效果 高達百里乳醇的10倍 那再來就是七黃素 七黃素它也是一種高抗氧化物質 它對我們的心血腦非常有幫助 並且它可以激活長壽基因 131 然後呢 再來是我們所熟知的 抗氧化的始祖 EGCG 蛾茶素 我們都知道蛾茶素可以抗癌化 抗氧化 抗發炎 所以呢這隻腦力劍它不但補充我們神經傳導物質 以吸膽檢 它還提供我們五種業界高抗氧化劑 把你腦袋的自由基排掉 並且 我們很多夥伴吃這隻商品在一個月都可以瘦到3至5公斤 甚至我有一個夥伴瘦到了12公斤 真是非常令人興奮 它不是刻意要減重 就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 alpha gbc 的物質呢 它可以有效抑制我們的卡洛里的吸收 所以如果你在飯前半小時吃的話 搭配我們的早藍益生菌 真的可以達到 讓皮太輕盈的效果 那再來這一隻商品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 我們台灣台語叫狗門豆漆啦 獨家的 因為如果 這間公司一直都在推廣 N&N 跟外面市場上這樣子 我會覺得會淪落到 鴻海市場價格戰的廝殺 那我覺得今天沒有選錯公司是因為 老闆就是研發博士 我們有自己的 研發專利跟大廠 所以呢我們在7月7號的時候 全球正式上市這一隻 PQQ氫氣片 我們都知道這兩年 日本非常流行喝水素水 其實水素就是氫 那他們用水素杯來做這個 自氫的 效果 或者是很多人都是有這個電解機 自氫機 一台 幾萬塊 甚至數字 數折十幾萬都有 但是呢 他們是用紫紫交換模技術 去產生氫氣 一公升不到三個PPM 甚至有可能有排放 重金屬的疑慮 而且 在他們多作用幾次的效果之後 會下降 但是我們公司的PQQ氫氣片呢 我們是用高純度 國防等級的 國防防暴高純度的球形煤 優選的球形煤 來自氫 為什麼用煤來自氫呢 我們知道氫也可以 氫也可以自氫 氫也可以自氫 但是他們都有可能排放重金屬的疑慮 那因為鎂的金屬穩定性比較高 他來自氫 但是必須要放在水裡 10年才會產生氫氣 所以呢 我們公司有四大國家專利 讓我們的鎂 丟到水裡兩分鐘就可以大量排放 數百萬個氫氣 那我們也知道 鎂是我們中樞神經系統 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 可以安定我們的神經 幫助睡眠 對修補腦神經元有很大的幫助 那為什麼要喝氫氣呢 日本這兩年流行氫氣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氫 它也是自然業界的一種抗氧化物 它是全世界世界上最小的分子 所以它不需要任何載體跟媒介 可以有效的穿透我們的腦血屏障 跟細胞膜 並且 氫有一個優勢 它的優勢就是它有 把向效果 它有選擇性的也是我們常講的標靶作用 它可以選擇性的跟 我們比較有攻擊性的自由基 過氧化物雅硝酸或者氫氧磷子做結合 變成H2O 你最天然無副作用無危害的方式 隨著你的尿液汗水把你的毒素排掉 把這些自由基代謝掉 那所以呢 這幾年 市面上非常的流行喝這個氫氣水 只是我們要有智慧的去選擇 怎麼吃 可以吃到大量的氫氣 那因為我剛才有提到 氫是世界上最小的分子 它很容易揮發跟串投出去 所以呢 我們公司有四大專利 第一個 就是原味雜化 四氫技術 它可以有效的讓這個 美粉兩分鐘釋放大量的氫氣 那因為氫很容易串投跟揮發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維奈米鎖清技術 讓我們的鎖清效果長達四小時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知道抗氧化的東西 你還是越早喝 含量會越高越好 那還有一個 因為剛才有提到 鎂 鎂呢 它的藍點很低 遇到氧容易爆炸 我們林博士呢 為了研發這支商品 甚至炸掉一個 10萬美金大概300萬台幣的廠房 那所以呢我們還有一個獨家專利 叫做超靈界豔養綁爆技術 還有離心 物化瀰漫技術 這四大專利是日本要跟我們購買的 我們公司都獨家購買 所以呢我覺得 這一支PQQ氫氣片 真的可以 在市場上站上一席之地 就是沒有 辦法有人可以跟我們競爭 並且我們一公升可以 產生高達11個 屁屁鏈高含量的 氫氣 那這支商品問世以後 真的我們在群組 有非常多夥伴 傳出了很多令人振奮的見證 讓我們會覺得更有信心 那並且呢 我們carry所有的商品 進入美國醫師藥點 PDR 這個也是其他公司 所沒有辦法媲美的 那我們都知道美國醫師藥點 PDR就是 美國的藥師 他們開 處方簽的時候 一個參考數據指南 所以我們是以非常高規格 藥品的規格來製作保健食品 所以我真的覺得 怎麼會這麼有這個福報 可以遇到這麼好的商品 然後第三個理由就是carry 超能性化的制度 應該是在講 我們的制度精髓叫210 所以一開始我加入凱莉的時候 替自己取了一個藝名綽號 叫艾依林 艾依林的名稱 就是從210開始的 2號 它的主軸 一樣是在雙軌上 你如果呢 要打雙軌 經營兩邊 你可以領到carry所有的獎金 但是 我覺得它有一個獨特性 超能性化 這個叫做 創新 我常常跟夥伴分享 如果這間公司 還要打雙軌 我就不來了 因為我們在前平台 有一個百萬千萬的大邊 我們都知道 我們也希望幫助朋友成功 所以一開始我們都會盡量把人脈 拱在公區 幫助朋友成功 結果後來我們發現 我們要開始經營私區的時候 就有一點後繼無力 那我們也知道當你公區的錢 如果換不出來的話 他們常講看得到吃不到 那些分數 分數都是錢 但是呢 怪我們自己沒有那個能力把這個 分數變現金 是這樣的 所以當我看到 凱莉 超人性化的制度如此創新 打單軌 竟然可以上鑽石 打單軌可以賺大錢 真的讓我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這個制度的細節 就是等到之後有其他課程再跟大家做分析 所以在凱莉你可以選擇 只在公區介紹兩個伙伴 你就是合格的經銷商 你就可以開始除了碰局獎金以外 你就可以開始領到所有 還有凱莉的獎金 讓你也可以上鑽石 上鑽石 那再來第3個 他的零 零的含義 我真的是覺得他是照顧到我們八成的消費者 我們都知道市場上 二八法則 兩成的經營者 八成的消費者 那通常了 我 的感受 我經營幾年的下來的感受 當消費者 他一直在重複消費的時候 他發現說 他並沒有辦法在這間公司 創造 他的第2份被動式收入的時候 久了他們會疲乏 他們就再也不消費了 那我覺得再強的兩成的經營者 沒有八成的消費者的重複消費 其實也不會有被動式收入 所以我今天看到Kalory的人性化制度 創新在哪裡 他是著重在 八成的消費者身上 我常講 重複不是金額的高低 重複是在於有沒有這個意義 如果在Kalory 你重複做一個消費者 你都有機會致富 都有機會領到大錢 那你怎麼可能會不重複呢 這就是因為Kalory 創新化的制度 讓我們所有消費者 在舉證 在舉證的部分呢 你就算只是一個 忠誠的消費者 都可以領到 舉證分喉 每月三美金 每月的三美金 讓我們的消費者可以 真的是消費致富 那 這就是我看到Kalory 他 超人性化制度的重點 210 讓我們知道 以前雙軌 只賺積分不賺錢 的痛點 那我覺得呢 這種人性化制度才能感動團隊 留住團隊 幫助團隊 讓我們消費者可以深圳實現消費賺錢 那所以呢 他們格瑞斯鑽石坦講 如果你可以加盟到台利 真的就像移民到加拿大 這種高福利的國家 那 在第四個理由 就是因為 我們公司 我們老闆非常的 宅心人厚 他的願景跟文化 就是長期主義 平衡共生 因為他把省下來的成本 反映在消費者的 這個末端售價上面 而不是 讓所有錢都是集團賺走 這樣子社會的 貧富差距才不會越來越大 社會才能達到一個長期平衡共生 那提供我們所有消費者 對天然的保健食品 這樣子你的細胞跟健康 才能達到一個長期平衡共生 並且 我們公司非常的 有規劃性 他在今年11月5號 即將在 上海進口博覽會 社會 要把Foree跟Kalory的知名度打響亮 我覺得一再的看到Kalory的老闆 真的有在做事情 並且有在規劃 在未來即將在 大陸各個城市 設置凱莉的品牌實體體驗館 讓所有 消費者可以購買商品的利潤 全世界賺10分 所以我看到 在凱莉不但呢 你上了鑽石呢 可以領到Kalory的營業額3% 那還可以得到他們股票的收益 並且還有大陸實體體驗館 的分紅 所以呢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才是在跟一個集團做股東 是不是這樣 那第五大理由呢 就是我們所講的最恰當的時機點 目前Kalory 在全球 不過也就這麼幾千人 市場還非常非常的大 人家李嘉誠有講 先知先覺的3% 是因為先相信而看見 那 不知不覺的是因為看見了才相信 那後知後覺的人呢 是看見了都不相信 那我相信現在所有在線上的 Kalory的夥伴們 都是先知先覺的3% 重點是 人家講 以前10年前 白利如存是財富第6波 未來的10年 NNN跟PQQ是財富的第7波 重點是你站位了嗎 所以呢今天呢 有這個緣分 來聽到我們Kalory的分享 真的要把握機會 掌握機會 所以大量事實證明 在Kalory你如果你的投資 可以賺到一個健康的身體跟外表 還有光滑的皮膚 還有源源不絕的收入管道 那這就是我們這幾個月 所有 夥伴的見證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國外的朋友 本來有一點男性的脫髮落髮 再使用幾個月下來 第6天到第25天 就短短的 有這個 神奇的見證 毛髮都長出來了 那再加上我們這一個大姐 你看他臉部的 老人班都淡化掉了 並且也改善了他的睡眠 那這是我們的超級講師 超級幸運講師 我們非常 優秀的領導 邱華裔 邱老師 你看 從 從一個 中年 中年大叔轉眼間變成我們的韓系歐巴 那 在下面這個就是我們 格瑞斯無鑽子 從以前 真的是比較中廣的生態 短短幾個月 真的從 貴婦變少婦 貴婦變少婦 那這也是我們 國外的一些 見證分享 你看這個夥伴本來身體 氣色很差 現在呢 都變得非常的好 那其實我們在台灣也有非常多令人震撼的 見證分享 所以在 現場的朋友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人家說 鹿寶山 就不要空手而歸 目前 我們全球價錢 統一 含稅含運 真的是別間公司 所沒有辦法做到的 我們現在全球開打18個國家 市場還非常的大 非常的空白 等著你去挖寶 等著你去開發 所以呢 今天你如果選擇了Karory 就即將呢 改變你的命運 所以在這裡 我們都講 幹得好有錢 幹不好 你也有了健康 成功顯得顯眼 不成功你也顯年輕 所以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 在Karory 這麼好 真的是百年難得一見 千載難逢的機會 掌握這個機會 創造這個未來 一起在Karory 這個未來的財富盛宴 讓我們一起來這邊 幫助所有的朋友 一起在Karory平台成功 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我們高鑽石 精闢的一個分析 凱莉的五大優勢 再一次掌聲 感謝我們的 高鑽石 這也是當時候 聽到我們高鑽石的 一通電話 跟我分享美商凱莉 短短 只有20分鐘的時間 讓我來考慮 我就第一時間 參與合作 的主要關鍵 所以呢 當別人不相信的時候 我先相信 當別人不做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 當別人開始做的時候 我已經把它做好了 而我們現在 透過網路 要把Karory的美好 帶到全世界 巴揚光大 那在 2021年 最大規模 健康快樂 財富商機 就在美商凱莉 那這是一個 利人與助人的一個好事業 給人健康 給人快樂 也給人青春 美麗 希望 跟財富 所以呢 我們在凱莉的平台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 再次的重生 再次的重生 那再次的 謝謝我們高鑽石 金幣的講解 那接下來要為大家邀請到 三位神秘嘉賓 那 紅露呢 在凱莉短短這幾個月的時間 就大概 四個月的時間 我是透過高鑽石的一通電話 毅然決然的 沒有考慮就參與合作到現在 那他是 影響我 分享我 然後在凱莉 事業 能夠 能夠啟蒙我的一位老師 在前平台我們 也有很多的互動 他是一個非常積極 非常正能量的一位女士 所以非常開心 那 接下來分享的三位嘉賓 也是 我非常熟悉的一些 好夥伴 就過去合作的一些好夥伴 那第一位邀請到的 嘉賓是來自台灣 台中的 楊明憲先生 過去他在中華電信工程師 因為 上班 那因為簡單相信 加入了凱莉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已經創造出非常優惑的一個 睡覺之後 還有收入的一個管道 讓我們掌聲 有請我們楊明憲先生的一個 精彩分享 我們有請楊明憲先生 Hello 我們的楊老師楊明憲 第一位分享嘉賓 那也請我們的那個後製的 音控幫我們打開他的麥克風 Hello 他自己應該可以打開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OK可以可以有聽到你的聲音 我們請分享謝謝 謝謝 開啟那個聲音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請分享 感謝系統給我這個機會在這裡 分享一些我加入凱莉的一個心得 首先非常感謝 資林犬犬老師 告訴我這個失業機會 讓我真正 找到 可以提早退休的機會了 我今年已經 50多歲 我在20多歲的時候 就開始保養跟保健 使用我前平台的產品 說實在的 有保養跟沒保養 真的 長時間使用下來 至少差個5歲左右吧 但是年紀漸長總覺得 很多問題 還是沒有解決 比如睡眠障礙 眼袋 掉頭髮 這類的 但是 在 我用了凱莉4個月的產品之後 這些問題都有改善的 尤其是 睡眠障礙 現在幾乎都可以 一覺到天亮了 這是我使用凱莉產品的好處 那我今天主要要分享的是 凱莉的制度面 因為 因為我加入凱莉的時間比較早 我加入到現在已經大概4個月 不過因為工作的關係 目前直推的人數並沒有很多 但是 我的舉證人數現在差不多 已經快200個人了 這樣算起來每個月舉證獎金 大概差不多有600美金了 雖然看起來並沒有很多 但是你去想 這是基本收入 如果你在經過一兩年的時間 變成10倍 20倍 那這就可觀了 這完全是靠公司凱莉的制度 及 團隊的努力 讓我有這樣的一個基本收入 如果我們把它談上上班族加薪的收入 這樣已經算很多了 另外我還有一個夥伴 在我告訴他這個訊息之後 他就馬上加入了 目前他完全沒有推薦 因為他還在體驗產品 但是他的舉證人數也達到快150個人了 那以這樣一個數字來講的話 他每個月都可以用到免費的產品 他只是用499加入之後 每個月都可以用免費的產品 這真是公司制度面的設計 保障到每一個消費者 因為我們愛用公司的產品 我們就有機會 享受到 這樣的一個福利 所以因為凱莉公司制度的好 跟團隊的努力之下 造就了這樣的一個福利 所以選擇一個好的公司非常的重要 選擇一個好的團隊也很重要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你自己要付出行動 要加入 要卡位 然後認真的學習 才能造就你自己未來的前景 我是楊明倩 我們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楊先生真請的一個分享 他在凱莉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能夠造就他現在穩定的稅後收入 我相信是我們所有凱莉的家人們 非常期待的 所以呢 相信跟站位在凱莉的平台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第二位為大家邀請的嘉賓 是來自台灣南投的吳明雄五星董事 吳董事在台灣南投 前教育處 他是一個處長 容獲我們台灣全國教育卓越獎 在他底下 也培育52位的校長 任職各國中國小的校長 資歷長達33年的時間 目前也即將晉升 成為我們凱莉的鑽石行列 那其實在全平台我認識我們吳校長 也已經 非常久的時間 他非常的幽默風趣 非常的帥氣 今天晚上能夠聽到他分享 絕對是非常的精彩 我們有請我們南投的吳校長 真請的分享 歡迎 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非常清楚的帥氣的 老老師 謝謝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 Peter 我在台灣 南投 因為南投是在台灣的中心點 所以 之前在南投擔任校長的時間 也結交了很多好朋友 那我先跟各位 先介紹我自己 我以前 在32歲就擔任了國小的校長 後來 入去到國中擔任校長 那在 擔任校長18年之後 在10年前 當時我50歲 我就申請了退休 已經退休將近10年的時間 各位看一下 我應該看起來不像是快60歲的人 對不對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的產品真的效果非常好 我在這幾天 用了我們的產品 我發現了 很大的改變 我是不是先可以用來分享我自己的 改變給大家知道好不好 好 我可以分享你的畫面嗎 好 我們做了我們的工作 幫我們分享他的畫面 所以我們才會看他的片段 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的嗎 好 我來分享一下 視窗 再看一下 分享 因為我剛剛 在分享 原則上 因為我剛剛 在分享 在想上有困難 沒有關係 我就直接用講的 改天有機會我會講 我用了三個月之後 我發現我的頭髮長出來了 讓我們的視訊再打開一下 你的視訊 視訊 讓我們看到睡氣 你看 我這種髮型 最怕中間有禿頭的現象 因為我之前發現我中間的頭髮越來越少 你看我現在這裡有沒有很密 大家看一下 我的頭髮這裡有什麼密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用了三個月的NMN之後 我發現我改變了很多 這個部分就是我在這三個月當中 我樂意跟別人分享 我們的NMN就是一個細胞溜化 進入我們線立體讓我們的細胞再生 而且我們有SOD的成分 我想剛剛我介紹的一半 我再來介紹我自己 我在十年前退休之後 我就曾經參加過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就是我參加的前平台 在這前平台其實我學到很多 我那時候對雙軌制就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以前在讀博士班的時候 我的微積分都是幾乎跑滿分 所以當時我看到這個雙軌制 能夠大家共享積分 團隊的人可以共同努力 那因為我學了一個論文 博士論文又是指示管理 支持情緒的分享 所以我就對這個雙軌制就著迷 當時也有很多的業績 但是計畫感不上變化了 因為有很多的因素 讓我們就像一個海浪一樣 漲潮就有退潮 所以我發現那是一個潮流 那潮流一過之後我發現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是因為他只有重蕭 他沒有可以得到這個 沒有像我們凱莉一樣 他有舉證獎 所以呢 他只有從小子拿到分數 他拿不到這個對碰 因為雙軌制就是最擔心的是什麼 沒有小編 只有很大的很大的編 對這個人來講 他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後來就很多人放棄從小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就發現很多人是賺不到錢 那我也慢慢自己放棄 所以那當時呢我就回大學任教 在兩年前剛好遇到疫情 那之後呢 有一段時間 有比較 疫情比較好一點 我就到大學去任教 這當中呢 這兩年多來 有很多很多的夥伴 很多其他的這個直銷平台夥伴 來找我 要跟他們合作 至少有10家以上 可是我並沒有心動 因為我要加入的這個平台 我覺得應該是要有趨勢性 不能只是一個潮流 因為潮流來了快去的也快 我不願意再浪費我的生命 再做那一種 不是趨勢性的這個平台 那基本上呢 什麼叫做趨勢 至少要10年20年 都不會退潮流 那才叫趨勢 所以我一直評估 都沒有一家 是我非常滿意的 那我就 就不願意再涉及到任務 我都拒絕任務 一個人的邀請 那直到呢 今年的3月24號 也就是說 女孩3月23號晚上 她一直跟XX鑽石聯繫 她聯繫上之後 她是中午聯繫上的 那12點多就打電話 對我 她要來找我 她跟雨萱鑽石 要來找我 那當天呢 她來找我之後呢 就跟我談了凱莉 那一天是我第一天 第一次聽到凱莉這個平台 那她也沒有叫我加入 她說校長你幫我評估看看 幫我們兩位評估 如果你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我已經考100分 你覺得這個是符合趨勢 而且那是試了所有人 來經營的 那這麼說 我們一定要加入 那我就 當然我不是第一時間 我就懂 我當天晚上 我就帶了她給我的資料 我就回去就評估了 評估了一個晚上之後呢 我發現有三點 我要他們馬上加入 我建議他們兩位馬上加入 那他們加入當然 雨萱就是第一位加入 雨萱就是第二位加入 你看看 因為我的建議 第一位加入的現在已經是雙鑽了 第二位加入的已經是什麼 已經是鑽石了 那我是第三位加入 那我想是不是我也快上鑽石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人 人生的命運很難說 那因為他們呢 來找我 他們呢 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這個時候我也相信他 那我歸納出有三點 當時呢 我就告訴他 隔天早上我就告訴他 有三點 你們可以趕快加入 要不然你們會怎麼樣 會後悔 因為全世界上呢 後悔的要最貴 錢工服藥其實後悔一樣 所以那第一點是什麼 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點呢 我發現我們這個公司啊 跟產品真的是 有很多剛剛宇航鑽石分享的非常好 他說呢 我們的佛益公司 佛益公司就是我們凱利公司的這個副爸爸 你看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副爸爸 而且佛益公司它又是 美國前幾大善食營養補充劑的這個公司 然後呢 他每一項產品都有16項的國際權利認證 我現在說的每一點啊 其實都是別家沒有的 只有我們喔 凱利公司 佛益公司有的 每一個產品都有其獨特性跟圍儀性 我就說啦 要有獨特性才有競爭力 要有圍儀性才能夠不被取代 每一個產品成分都是副方 剛剛宇航在介紹過有沒有聽清楚 他介紹得非常好 我很佩服 宇航的這個邏輯思考呢 不下於我 你看他介紹產品啊 有條不問耶 你看喔 我就發現呢 之前呢 我就分享給他 他說我們每個產品都是副方耶 我們NMN又加上SOD SOD的價格又比NMN還貴 還有呢 我們的益生菌又加SOD 還有我們腦力鍵呢 裡面含有這個NMN 又含有二代百乳酢 起防素 紫彈起 你看看呢 額叉素 這些都是別家做不到的 再來呢 我們的氫氣片 又加了一個PQQ 你看任何都是副方 而且呢 可以產生協同作用 那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我說 什麼叫SOD 他是要清除自由基 那NMN是什麼意思 NMN就是補足 就是修復我們的細胞 讓我們的細胞更健康 能夠發揮更好 讓我們更年輕 讓我們年輕 三分之二的年齡 譬如我現在六十歲 可是我看起來二十幾歲 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的皮膚也是感覺一直提拉 非常非常棒的這樣一個產品 那SOD 什麼意思 他就是要清除 就像我們一部汽車 如果經過了幾年之後 他生鏽了 我們要板金 那我們生鏽要不要先磨掉 你把它磨掉的過程就是 就是怎麼樣 去自由基 用SOD把它去除這些鏽掉的部分 但如果你鏽掉過 你不磨掉 你直接補上去 他也是會生鏽 那如果說 你呢 只有把鏽去掉 你沒有上漆 你沒有烤漆 一下子才會生鏽 所以你看看 我們所有的產品 都是用這個協助的使用 非常非常好 這是我第一點的看見 那我第二點的看見是什麼 我第二點看見是什麼 我們獎金制度 你看我們獎金制度 播出比73% 當時雨桓告訴我的時候 我不相信 後來呢 最近我們CLAX鑽石 在這個論文跟我們分享 我馬上計算出來 我們不只73% 因為我們還有內區 我們所有的獎金加強 不只73% 這個老闆實在是太棒了 你看喔 而且我們的產品 談運費 談什麼 談稅金 你看喔 哪裡有一個老闆 這麼考慮到消費者的立場 這個沒有一家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 我們老闆又是以長期主義 平衡共生 當作他的一個點 這樣的一個大愛 你的老闆 我相信世界找不到第二位 我發現這樣的獎金制度 只有天才才可以發明的出來 如果不是天才沒有辦法設計 沒有辦法發明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其他平台為什麼做不強 做不大做不久 為什麼 因為其他平台 就像我們前平台 從銷 越來越少 後來呢 從銷率不到1% 那不到1% 我們哪裡有持續收穫 那我們凱莉就不一樣喔 他的獎金制度 他獎金的是什麼 他就是要我們怎麼樣 提高從銷率 你看看喔 我們的舉證獎 無形中 從銷率就會高達50%以上 還有我們22複製 你看看很多的 雙軌的一個平台 他說22複製就可以領很多 不可能 22複製不可能領管理獎金 22複製也沒有像我們的凱莉 有一個分銷獎 有一個拓展獎 22複製的人 將來呢 也沒有什麼管理獎金 因為呢有很多的平台 他必須要有推薦 至少12個以上 12個都合格 他才可以領到第三代的管理獎金 所以22複製基本上是騙人的 但是我們的凱莉22複製 完全是怎麼樣 完全是可以領到獎金的 這一點我也跟宇海跟宇倩說明了 所以我想喔 我們的獎金制度既然這麼好 這麼好呢 當然有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 單國可以領到錢 我們不用去擔心 22複製都複製在我們的公區 我們就可以領到很多的獎金 這個部分呢 我想都不在最初 再來單國也可以上鑽石 你看我們的宇海鑽石 他現在是雙鑽 他也是單國 他介紹了三位 他也不多 因為他都跟我們講 他介紹三位 然後呢 這三位有這樣一直的22複製下去 你看他現在已經都已經是雙鑽了 宇軒也是一樣喔 他也是單國 我發現我的收入 比起前平台已經高出十倍以上 所以我想喔 在短時間之內呢 能夠讓所有人都看到收入 另外呢 矩陣的設計也是 他可以提高所有的重銷率 所以我認為啦 當時我在評估就是 如果這個公司可以提高重銷率 那我就會參加 如果他不行 那以後 一樣像潮流一樣 一陣 一陣大浪來 他又衝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為什麼要參加的理由 再來第三個 十幾點 當時喔 我記得宇軒跟我講 當時加入人只有2000多人 那如果以1000萬的會員來說 你看2000多人才0.02呢 那你說現在人都不懂 現在才8000多人啊 也是很前面耶 所以各位 我一定要建議各位啊 你一定要感謝 推薦你的人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因為推薦了你 你才有機會遇到這麼好的平台 那我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我們的宇軒 還有宇軒 第一時間就跑到南投來找我 讓我有這個機會 來參與這樣的一個 這麼偉大的平台 那我也感謝 這個Glass 他在這段期間 也給我們很多的情報 讓我有機會 在今天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想呢 我分享到這個地方 我感謝各位 謝謝 再見 剛剛感謝我們吳校長的一個 TPP的再次的講解 相信與他過去的經驗累積 能夠有做出一個名字的選擇 然後在我們台 因為成功 即將要邁入我們的鑽石行業的舞台 真的再次的 謝謝我吳校長 那第三位為大家邀請的這位嘉賓 也是我非常熟悉前品台的總裁 那蕭老師現在目前是凱莉的一心鑽石 那蕭老師過去在日商的一個平台裡面 也是最高的品階 在前平台是我們的綠寶石總裁 那我們掌聲有請我們的蕭鑽石精彩的分享 我們有請蕭鑽石 請自行打開我們的麥克風 OK 好 這樣聽得到嗎 OK 聽得到 這樣聽得到嗎 可以喔 好 謝謝我們優秀的鴻如老師 那各位優秀的凱莉家人 大家晚上好 那我是來自台灣圓林的蕭雨萱 那首先我要感謝宇寒 在應援際會之下遇見凱莉 由於她的聰明抉擇 直到機會來的時候要當機立斷 掌握機會 我們才有今天的結果 那我是宇寒第一位分享的人 那記得當時宇寒跟格雷石三傳通完電話之後 她欣喜若狂的把我從睡夢中叫醒 喊著說 宇軒姐機會來了 她說她昨天晚上發現了一個新的平坦 那公司的背景文化產品制度都深深吸引了她 所以她當時就跟我講說 這個平坦如果她沒有去 她如果放棄了她可能會後悔一輩子 我就說好 那你趕快 我們你趕快過來找我 我們趕快到南投去找我們的吳校長 來幫我們評估制度 因為校長剛剛講 她數學是微積分100分 所以那天下午 我們去南投找校長的時候 那因為一開始資料不是很多 那校長回去她自己看了很多的視頻 在那天晚上她寫了一張制度一張紙 那並且留下的四個字 我要凱莉傳給我跟宇寒 那時候我們真的是驚嚇到了 那也讓我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那因為當時因為前平台的包袱 其實我有一點不太敢 就是放不太開去分享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 會讓我想要大膽的全力以赴去分享呢 是因為我看到產品在我先生的身上的改變 那我先生她是癌症患者 那因為長期服用標靶 導致她的整個皮膚的狀況不是很好 尤其是她的手跟腳的指甲縫會爛得很嚴重 而且她的胃腸的蠕動也很不好 所以她每天都要吃醫生開的軟便劑 她才能夠去上廁所 那當時我收到凱莉產品的時候 那時候我聽完我們清清老師的產品分享 我就把我們的藻藍益生菌拿給她 我說這個產品對你應該會有幫助 那起初她也半信半疑 那可是因為她也蠻聽話的 就這樣子吃了到第四天早上 她跟我講說 我跟她講要大量服用 所以她一天都兩三包在吃 第四天早上她跟我講說 她有感覺她想要上廁所 我說好那好 那你就認真吃 那我們可以慢慢的把我們那個軟便劑給清掉 畢竟需要吃多了總是不好 那就這樣子 從四月底到現在 她已經幾個月都沒有再吃 那個醫生開的軟便劑了 那最好的就是因為她的皮膚狀況也改善了很多 尤其她那個指甲那個潰爛的情形整個都收縮 不會像以前有那種爛爛的感覺 那到七月份的時候 我收到我們的清氣片 因為看了那麼多的視頻 我們都知道清氣片是癌症患者的福音 所以第一時間我也是請她 你要認真 就是每天要認真的喝 至少三到四杯 那我先生她也很聽話照做 就這樣從七月中到現在 剛剛傍晚的時候 我拉她的手看 我真的是嚇到 因為她整個指甲變得很光亮 你根本看不出來 她以前是整個指甲的縫都是爛掉的 整個狀況的改善 我們都很驚訝 其實產品的感動 讓一個生病的人 他能夠去找到他的自信心 我覺得這比什麼都值得 那我很慶幸在人生的下半場 我有機會接觸到凱莉平台 我覺得她就像是大海中的浮沫 我緊抓不放 那現在疫情這麼嚴重 很多人都在找機會 凱莉公司的實力 產品的有效力 還有自動的魅力 都讓人 都是外人沒辦法比的 所以今天在線上的夥伴 你們真的跟我一樣是很有福氣 接觸到這個平坦 人家說簡單相信 那相信是一種能力 也是一種智慧 那我覺得真的 在這裡 我也要很感謝我們的Glase三傳 因為每次聽完他的 每次聽完他的視頻 我都有滿滿的正能量 我也要謝謝我們的五三傳 最後我也是要感謝我的團隊 因為你們真的是很認真努力 我們今天才有這樣的成績 那最後我也要祝福線上的夥伴 今天你們有機會接觸到這麼棒的平台 一定要好好地珍惜把握 預祝各位都能夠在凱莉的平台 實現你人生的夢想跟目標 預祝各位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我們鑽石的分享 謝謝我們蕭鑽石 以上吳鑽石跟蕭鑽石是宏汝的直屬領導 直屬上線 所以真的也非常開心就是看到每一位 因為產品的感動 事業的一個平台的優勢 讓每一個人透過凱莉的平台 都得到自己的一個結果 我們都知道愛要其實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愛你身邊周遭的好朋友 我們就要趕快去分享 最後之後我要邀請我們的三傳 來為大家勉勵跟分享 那他也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雖然我們接觸的時間不多不長 但我相信在這短短的四個月的當中 他的課程他的分享 影響了我的整個價值觀跟我的大格局 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吳鑽 來為大家勉勵為大家分享 尤其我們的三傳 吳鑽石閃亮登場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紅爐今天的主持 越來越自然 越來越自如 他也是我們的金牌講師 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夠邀請他 到我們的公司的這個祝母上面 把我們的金牌講師 把自己的熱情 把自己的死命奉獻給大家 那宇航今天是 他是我們的二星壯士 第一次露面跟我們見面 實際上他很早就做好準備了 只是要等到他一些事情成熟 處理完之後他才有方便在線上 向全球公布 他是我們凱莉的這個二星壯士 所以大家今天看到 我今天都從他身上看到很多東西 很多閃光點 他除了很敬業很靠譜 跟我們林博士一樣 最最重要是他非常非常的怨心 大家聽到他講解的這個凱莉的這個五大理由 真的內容又豐富了非常之多 所以即使今天我們是老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自己雖然說聽了很多 等一下 這個是誰的聲音 光一下 OK 雖然我自己都講的恩便 但是我講的內容 還沒有他這麼豐富 所以我相信今天我們的老朋友 從這上面看到很多很多 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的新朋友肯定又是 通過這一次的講解 通過我們宇航鑽石的講解 肯定對我們 不加入凱莉一定會吃後悔藥 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剛才Peter也說過了 世界上最貴的藥就是後悔藥 因為它會伴隨我們終生 而且時間 我們是人生沒有回頭路 沒有後悔藥可以吃的 所以今天在線上能夠碰到這個平台 能夠聽到我們的這麼一個分享 那麼都是一種巨大的福氣 都是一種緣分 所以我跟很多人分享說 我說如果 因為很多人都做各種各樣的平台 那每當他們跟我見面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這個道理之後 我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機緣碰到這麼好的平台 你繼續做你之前的 你目前的這個平台 OK 那我說 那是我非常理解你 我說既然你今天你有福氣 碰到了比你目前所經營的這個更好的一個平台 那就是你的福氣和緣分 那既然有這樣的福氣和緣分 你應該靜下心來 你好好去了解 你了解完全面了解完 你不做沒關係 你至少不會 你至少可以問心無愧 你至少後面不會是後悔藥 但是你這個盲目的拒絕 你後面一定會吃一種藥 叫做後悔藥 所以有的夥伴 就像前幾天有夥伴來我家喝茶聊天 雖然跟我也是第一次見面 而且第一次他來的時候就已經做好 我這輩子不會 我下半身不會再進入這個行業的準備 他的心門是關閉的 但是經過我們的侃侃而談 談完之後 後面不僅僅自己加盟 還要把家人馬上加進來 為什麼 因為不想讓家人失去這麼好的機會 所以完全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這時候呢 如果你要問我秘訣在哪裡 如何打開對方的心呢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總值的法則 總值的法則就是 我們剝下總值 我們總值我們土攬夠不夠 這很重要 那土攬到底是什麼 是需求 客戶的需求就是我們的土攬 你不要把你這顆種子放在石頭上面塞 那肯定會塞死的 他心門是打開的是關閉的時候 他的心跟一顆石頭一樣硬 你怎麼可能這顆種子會在他那裡生根發芽呢 對不對 你看 為什麼我們宇航就推薦了幾個人 不到10個人 他今天可以成為二形狀 不到10個人呢各位 而真正做的人也只有五個人 他就五五複製下來 變成了二形狀 因為他這個五顆種子 他這個都種在對的地方 都有肥沃的土壤 為什麼他知道他想改變命名 儘管他在前平台也有很高的位置 紅寶綠寶 甚至鑽石 但是呢 他還是內心還是有夢想 他當下還是對生命不夠滿意 所以為什麼你看我們Peter 不學釣授 Peter 是數學專家 危機分100分的 他對這個獎勵制度 他是比我們還要清楚 當他了解完之後 然後呢 就通過 宇航自己又很謙卑 他不說 Peter我找到一個好平台 你趕緊跟我做 可能Peter 會說我已經很受傷了 我不想再做了 很多人是不是都是用這個來回答我 他說我很受傷了 我不願意再做 但是呢 他宇航很有智慧 他說 我找到一個很好的平台 你能不能幫我參謀一下 能不能做 這時候呢 Peter就出於這麼一個戰役遠為 就是出於一個大俠的這種身份 就出現了 好 我幫你參考一下 到底能不能做 結果呢 一參考完以後 大家剛才聽到他的分享就知道了 好 凱莉有多麼錄他的心 錄心才會成長 錄心 你這個 這個種子才會生根發芽 所以呢 他也很快 我估計那個月底他就差不多也要上莊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 那我們第二個分享者就是我們的這個 剛才的這個夥伴叫什麼 他應該還不是很方便露面 所以我沒有記住他的那個 Peter我知道 Peter我知道 Peter我們最後再講 剛才另外一個夥伴叫什麼 第一個夥伴 第一個夥伴呢 你看 他可能 楊平縣 對對對 楊平縣 楊先生 因為他沒有錄臉 所以剛才沒記住他的這個名字 因為台灣夥伴雖然說我們這個沒有還沒見過面 因為疫情的原因 但是我們真的在心裡 我們心跟心 然後說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心與心的距離 最近的距離也是心與心的距離 所以呢我們心每天都在一起的話 所以我們也感覺 我們是非常非常 非常靠近 非常close的 楊平縣你看他就看中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舉證獎 雖然他這一段時間他可能沒什麼經歷 或者沒有完全看懂或者怎麼樣 但是他也有很不錯的收入 所以他已經非常很感恩 雖然他就是說 目前這個也只有哪個五六百塊美元 但是他內心充滿了感恩 不像有的人不懂的感恩 給他六百塊的他還嫌你太少 如果那樣子的人的話你就不要 那就是鹽鹼地 那個地方就叫鹽鹼地 不要花太多時間 因為你的總之換在鹽鹼地獄會浪掉 所以呢他呢 是很感恩 他覺得在其他平台 我沒什麼介紹人的話 我根本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收入 但是呢在凱莉可以賺到了 所以我也是跟很多 各位我們為什麼可以成為 每一個人生命中的為人 是因為只要你在他下面放一個人 你就相當於每個月送給他三美元 這時候就看這個人的反應 如果這個人說 哇真的太好了 我一個人都沒介紹 居然又三塊錢了 哎呀我一定要好好了解 這個圖欄就是對的 你這個你可以發精力去扶持他 為什麼 因為他懂得感恩 那有的人呢你給他放了十個人 我說十個人有什麼 十個人不就是三十美元 就三十美元 哎呀無所謂 我又不要帳號活又無所謂 哎這種人就是不懂感恩的人 為什麼 人心不足扯吞下 因為呢 他連這個都不懂得感恩的話 你以後給他做再多 再多再多也不會懂得感恩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人叫做 你給他九十 你對他九十九十好 最後一次對他不好 他依然把你定義成仇人 這種人 這種人就是嚴謹地 所以呢我們製作人的一個事業 我們一定要學會看人 你明白嗎 不要看對方能力多強 不要看他口才多好 不要看他怎麼樣怎麼樣 而是要看他有沒有一顆感恩的心 對方有感恩的心 我們把精力發在他身上 即使後面我們沒有得到 我們想要的結果 我們都心甘情願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看表象 不要跟我說 哎呀很多人 哎呀這個人人脈很多 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如果這個人人品不對 人脈再多 不懂得感恩的話 你找到他反而是一個災難 各位 你相信我說的話 為什麼 凱莉長長久久 凱莉就是靠的就是我們這種德行 後面我們才能感到有德行 所以物以類俊人以群分 一個不懂感恩的人 他結交的朋友 第一 他沒什麼真正的真心朋友 第二他結交的朋友 也都差不多都是不懂感恩 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發在哪裡 好 播撒總說都可以播 沒關係 好 我們撒出去都可以 不要有分別心的撒出去 我們給誰都行 但是呢 有的人呢 他不懂的感恩 沒關係 經過我們團隊的不斷的熏陶之下 他也會開始反省自己 他開始 開始問自己 我為什麼不懂得感恩 我過去 我不懂得感恩 我開始懺悔 我懺悔完之後 我開始變得 慢慢開始變得感恩 OK 我們 好 那麼嚴謹地就會變成回沃的土壤 那就可以跟我們一起 所以說我們 我跟很多夥伴講 你在播撒種子的時候不要有分別心 到後面你要培養誰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要知道 因為我們的時間是很有限的 我們的精力也是很有限的 你這時候 你要知道你在什麼樣的土壤上 種莊架 這是很重要的 好 剛才Peter的分享 雖然有的夥伴說 分享的時間有點長了一點 我相信他是情不自禁 所以我們下一次也會要求Peter出來 跟我們做一個專門 分享他對凱莉的看見 因為之前他也是因為一些原因 不適合公開露面 那今天能夠公開露面也是非常好的 剛才有個叫James說 台灣沒有落地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一直在懷疑 這時候你就是 你這時候就看你的認知 如果我是我 我會說正因為沒落地 我的機會才有這麼大 就像有人去非洲賣血一樣 看到大家都是赤著腳 人家看到的商機 可能你就是屬於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看見大家都赤腳 你沒有商機一個道理 所以還是在於你的思維 不用懷疑公司 你去懷疑的話 懷疑對你的事業沒有任何幫助 今天台灣落地的很多市場不是你的 都是別人 今天正因為沒落地市場才是你的 從不相信到相信 今天如果台灣正式落地了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們台灣已經有正規辦公室服務人員 已經我們落地是遲早的 只要只要 而且這落不落地不是我們不守信願 而是台灣的這個機構還沒輪到審批我們而已 這個我們做不了足 如果你有關係在裡頭你可以去找關係 OK 所以我們做事情要一分為二 我們沒有落地不是因為我們公司不給力 不是因為我們不去做事情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去租 我們已經邀請讓台灣的領導人去租office 開始專修開始做辦公場所 如果我們不想落地我們去花這個錢幹嘛 所以大家看問題要用智慧來看問題好不好 不要說什麼沒兌現這個那個 你就看你的思維 落地的就不是你的市場 很多人就會被別人牽走 不是你牽走 就因為沒落地 你還有時間去跟他們去跟進去牽他們 去擴大你的團隊 所以這就是你的思維所在 好吧 所以以後拜託你不要再問這個問題了 我們公司所有全部 這個這個這個 全部都已經已經到位了 萬事具備只欠多分 就差一個台灣的公平委員會的一個認證 就是這樣子 不是我們公司不給力 所以大家不要抱怨 同樣面對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會 會抱怨說這個那個說這個那個 有這個問題 我說這世界上沒有沒問題的風險 你告訴我 你今天自己開一家公司 會不會你能保證你公司沒有問題嗎 不可能的 這世界上沒有問題 世界上的財富就是躲在問題的背後 我們要看公司處理問題的態度 這才是 那促使我們公司 往越來越 越優化的方向去發展 我希望大家能夠要看到這一點 我們才有辦法一起走在這條路上 僅僅是雞蛋裡頭挑骨頭 有些人很喜歡挑這個問題 挑那個毛病 沒有任何意義 我們一起去解決 好嗎 所以剛才講到一個突然的問題 第二個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使命的問題 我們要用使命 來經營這個凱莉 大家從我們這麼多長 這麼長的時間 幾個月的時間下來看到這麼多的分享 看到這麼多的受益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真正真正是有愛心的呢 我們一定要用使命去分享凱莉 而不是想著你要得到什麼 你能那個 你我實話告訴你們 你能夠用使命 首先凱莉的優秀 卓越值得我們用使命分享 你沒有你沒有風險 你沒有人格上的風險 你不用擔心說你後面去騙你的朋友 什麼之類的 因為公司這麼棒 生意這麼強 這五大理由這麼強 有足夠的理由 讓你用使命來分享凱莉 用使命 什麼叫使命 使命就是問自己 我能夠發揮多大的價值 創造多大的價值 為我身邊的人 讓我身邊的人受益 這叫使命 所以 如果能夠用使命來分享凱莉 我們一定沒有問題 錢一定賺得到 錢是自然而然出來的 如果為了錢去分享凱莉 你未必能夠賺到多少錢 能賺到一點錢 也只是暫時的 也只是小錢而已 不可能賺到大錢 所以大家從我們這些幾個 比較高位的領導人 分享裡頭就可以看到 我們真的 我們是鐵的心 要經營凱莉 我們是鐵的心 要用使命來經營 所以為什麼我們才可以上級別上的這麼快 因為大家用使命 就不會有太多太多負面的東西 負能量的東西來干擾我們 上節課 上週是我們剛跟大家分享的能量的高低 能量低 你要想得到財富是不可能的 那不同感恩的人 能量肯定很低的 然後 稀彈裡頭挑骨頭的 一天到晚挑問題的 一天到晚抱怨的 然後一天到晚懷疑的 肯定是能量很低的 你這時候賺到錢 你讓能量高的人情格以康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每週四的課程 和夥伴們都私信給我 他說對他們的幫助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這就是我的使命 我如果僅僅從賺錢 我今天都可以退休了 我一個月5萬美元 我足夠我生活了 我就消失不見了 你們沒賺到錢的人去幹嘛 你們就找不到我的 我為什麼每一次會議都要陪伴到大家 陪伴到底呢 我就是用使命來做 我這時候不是為的錢 當然我不是為的錢 錢也會混混的來 為什麼老天爺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僅僅為的錢 我沒有必要給大家設心靈課程 跟大家分享我的收穫 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內心跟外在一起富足 因為有些人外面很有錢 但是內心很平全 所以他就貪心不斷在肢長 貪心越長 他內心就越痛苦 然後最終就走向一條不歸路 你看那麼多貪官 為什麼來的 為什麼會走上灯這條路 為什麼會落馬 我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他們真的沒有找到 自己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和使命 他不知道他有一天 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他什麼東西都帶不走 對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以前在機關單位 我立刻出來到加拿大來 我白手起家 我從零開始 我也不願在越南的單位裡 你如果跟某些人同流合污的話 一樣的結果 一樣的結果 一樣會落馬 而且內心裡頭也不安 你以為那些貪官都真的 日子都過得很輝煌 不會的 表面上很輝煌 內心裡頭都是在煎熬 天天晚上都要擔心檢察院的人 會不會到他門口來敲馬 對不對 有意思嗎 這不是我們要的人生 所以我們內心富足 我們外在就會富足 哪怕外在一點點都富足 就像我現在一個月五萬美元 我已經非常非常富足了 非常滿足了 但是如果貪心在肢產的話 你一個月五十萬美元 你還覺得不滿足 你還要賺一百萬 你當你一個月一百萬的時候 你一個月還要賺兩百萬 是不是 所以說人性不足蛇吞響 千萬我們人生最大的毒 就是貪、撐、吃這三毒 是最最可怕的 就是讓我們沒有辦法能量提升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從心靈來解救自己 心靈富足的 外在在通過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平台 我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實現他們的夢想的時候 我們的人生更有價值和意義 這就是使命 所以我希望我們所有人 能夠用使命來分享 願利他 利他的思維 一定要找到對的突然 哪些是對的突然 剛才說過克服的需求 站在對方的立場上 像前天來我家分享 來我家家當的這個夥伴 來之前他就做好 無論等一下 他對方跟我說什麼 我最多運用產品 我絕對不經理 就鐵了心了要關門 但是來到家以後 慢慢慢慢被我融化了 慢慢慢慢 我前面根本不講凱莉 就講心靈上的東西 講講講他內心的這個尖兵被融化了 被融化完之後 他非常的感恩 他覺得生命中能夠遇到我 他覺得是他人生 就是重新起步的一個機會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決定要跟我們一起來經營 如果我衝著力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你要不要跟我幹 跟我幹我就可以教你賺錢 什麼什麼之類的 沒願啊各位 因為這個入不了心 再說的這世界上 僅僅賺錢的方式多的是 你可以炒幣 你可以炒股票 你可以做什麼 對吧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後面 也是用使命感跟他分享 我做這個平台 我做凱莉的原因 真正原因是什麼 他就是被我的使命感震撼到 所以他說我能不能跟你一起 跟你們一起 我們一起來進行這個使命 一起讓凱莉的產品 讓更多人收益 一起讓凱莉的事業 這個商機讓更多人 特別是疫情之下 那麼多人受受受受衝擊的人 讓他們找到一線希望 然後我們一起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的分享 這兩個 科夫的需求 加上自己的使命感 你們的事業 我們的凱莉事業 就會無往不利 也如果用使命感來做的時候 你也不在乎別人對你的分言分語 也不在乎被別人拒絕多少次 就像我的夥伴說的 我就問他 我說假如你被人拒絕100次 你還要不要做凱莉 他說當然要做了 他說這是我內心裡頭 我認定的 所以我們任何事業 一定要走心 沒走心是沒有用的 撬不動人 好 那接下來呢 因為要不要遲了 快12點了 我就把主持棒交給我們的主持了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五傳對大家的面子 沒有啊 你的聲音沒打開是不是 紅蘆 再次感謝所有分享者 也感謝五傳每一次在課程之後 都為我們每一個人做一個加持跟勉勵 我相信我們在凱莉的每一天都是帶著使命 愛要及時 我們要幫助我們身邊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夠遇見凱莉 遇見幸福 那非常感謝所有以上四位夥伴的一個精彩分享 我相信所有的夥伴都受益匪浅 一次正確的選擇 大過100倍的一個努力 我們都認為自己能夠選擇凱莉的平台 由衷的高興跟志豪 希望我們所有的新朋友聽到今天 因為有早上有中午有下午有晚上 都能夠心動物如馬上行動 也讓我們在凱莉的平台裡面 幫助更多的人 我們都能夠成為所有人的祝福 今天的四葉書名會到這邊告一段落 最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美夢成真 謝謝大家我們禮拜六空中相見 感謝大家的時間晚安 晚安 拜拜 好晚安晚安 好謝謝紅蘿 謝謝謝謝五賺 謝謝謝謝